字幕提供 繼續看這個等無間遠 這個等無間遠呢 我們說有六個四 眼耳鼻舌生異 這六個四呢 它要依止這個六根 也是一樣 眼耳鼻舌生異根 它要依止這個根呢 才能夠發出這個四 那今天呢舉一個比喻 這六個根 就好比六個座位 那這六個座位呢 不管是哪一個 只要有人 坐在那邊 在那邊 位置被佔去了 那別人呢 就不能來這邊坐 要等到那個人離開 位置空出來 那麼下一個人呢 他才能夠 坐上去 那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前面的那個人離開了 所以後面這個人呢 所以後面這個人呢 他才能夠來這裡坐 所以說前面呢 是後面這個人的等無間遠 他給他一個圓 他給他一個圓 他才能夠來這裡 那今天呢 一樣 六個根 他能夠發出來這個四 就比如說眼根 發出來眼視 那當這個眼視 還在活動的時候 下一個眼視呢 他就不能升級 一定要等到前一個眼視 他活動結束了 然後離開了 那下一個眼視呢 他才能夠升級 那這個就是等無間遠 前面前面的那一個 給後面這個 做一個圓 那麼這個叫做等無間遠 那等呢 前和後呢 是相續的 但是呢 他的體 都是同樣 前一個是遠視 後一個也是遠視 所以呢 兩個前後相視 都是相同的 那麼就叫做等 那無間呢 前面和後面 中間沒有間隔 叫做無間 所以叫做無間 但是這裡的沒有間隔 但是這裡的沒有間隔 還要再詳細的解釋一下 這裡的無間呢 非為差挪 它不是就時間上來講 前後的差挪 我們一般說 我們一般說沒有間隔 前一差挪跟後一差挪 那麼當然這兩個差挪之間是沒有間隔的 但是這裡的無間 但是這裡的無間呢 並不是指這個 時間上的 時間上的前後的無間 那是指的是什麼呢 那是指的是什麼呢 諸是自信 定相續生 每一個是 諸是嘛 有六個是 所以是諸 有六個 那麼每一個是呢 都有其自信 掩飾有掩飾的自信 乃至意識也有意識的自信 它彼此呢 是不一樣的 各有各的體性 那麼定相續生 就是每一個是呢 前和後 它是決定相續的 比如說前一個掩飾 跟後一個掩飾 兩者之間的關係呢 它一定是相續的 這個叫無間 並不是說時間上來講 前一差挪是掩飾 那麼後一掩飾 也一定要掩飾 才叫做無間 那怎麼 這個怎麼講呢 比如說 今天如果說我們 修定 那你得定 你入了舍戒出產的時候 那麼前五四呢 是不動的 前五四是不動 那你這個時候呢 掩飾沒有作用 你在入定之前 掩飾還有作用 但是呢 一旦入了定之後 它就不作用了 那它不作用怎麼辦呢 要等到你出定了之後 它才會 再繼續的 有作用 那麼入定前跟出定之後 這中間的時間呢 有可能你入定七天 那麼這七天當中呢 這個掩飾 就間斷了 就時間上來講 它是間斷的 但是呢 入定之前 的掩飾 跟出定之後的掩飾呢 兩者呢 是相續生的 它是決定的 前一個掩飾它滅了 就入定了 那麼等到出定之後呢 之後的那個掩飾它還是會相續的生出來 或者說我們不要說入定 我們睡覺的話也是一樣 前五四也不動 如果你有做夢的話 那是夢中是在 第六意識在作用 那我們說 睡覺八個小時 那這個八個小時呢 眼睛也都 掩飾也沒有作用 但是你睡覺之前的掩飾 跟醒來之後的掩飾呢 它是決定相續而生的 所以呢 根據這樣的道理 來建立這個 等無間遠 一定是前一個滅 然後呢 後一個它才能夠出現 只要前一個掩飾 前一個四它不滅的話 那麼後一個四呢 它就沒有能夠生起來的道理 因為它的位置被佔據了 所以說呢 一定是前一個滅 然後呢 後一個它是 決定會相續而生的 所以這個無間呢 並不是時間上來講 是無間的 此文中說 此事無間 諸事決定生 此事彼等無間遠 那麼這裡呢 就舉這個文啊 這一段的論文所講的 這個事無間 那麼諸事決定生 所以說呢 此這個事是比 後面的那個事為等無間遠 那麼這裡的文就是這樣講 那抉擇分說 那抉擇分說 就是在後面的 抉擇前面的這個道理 那那個地方有講到 為此諸心心所無間 彼諸心心所生 說此為彼等無間遠 就是說這個 此諸心心所 心的話呢 代表心王 或者說六四或者說八四 那還有包括心所 和心王相應的這些心所 那麼無間呢 也是一樣 中無間隔 那麼彼諸心心所生 下一個 下一個的心心所 他會相去的生起 所以說呢 此 就指前面的心心所 為彼後面的心心所 做等無間遠 文雖有意 其意無別 那麼 抉擇分所講的這段話呢 跟這裡所講的 文雖然是有差別 但是道理呢 裡面所表達的意 意義呢 都是一樣的 因一抉擇分文 正解此所說意 所以說呢 我們應該依照抉擇分的這段文 來解釋這裡所要說的道理 此中事言 因之通說諸心心所 那麼這裡所講的呢 這個事呢 為若此事無間 這個事 指的是諸心心所 就是六事 以及和他們相應的 種種種的心所 言此事者 因之說此無間滅味 那麼這個此事呢 就是說 此這個事的無間滅味 因為 因為他這個時候呢 這個心呢 他是正要滅的時候 一定是心要正滅的時候 才能夠稱之為此事 下一個事做因緣 如果他還不滅的話呢 他還不能做這個等無間緣 他一定要正在要滅的時候 他才能為下一個事做緣 所以說呢 是無間滅味 是無間滅味 他這個時候呢 這個事呢 這個心呢 正要滅去了 那麼諸心心所 代彼當生 說此滅故 那為什麼說此是滅呢 此心為什麼是要 在無間滅呢 因為下一個心心所 代彼當生 相對於他來講 因為下一個心心所是當生 他將要生起 所以說呢 此事將要滅 就是此 現在的心心所 他將要滅了 那麼下一個心心所 才是當生 所以呢 他們兩個的關係 就是這樣 一個是要正要滅 那麼一個是將要生 所以說呢 前後 才有這個等無間緣 非誰一事名為此事 可有諸事決定生意 那麼並不是說任何一個事 都可以叫做此事 比如說這個掩飾來講 現在是掩飾 但是 那麼他正要滅 那麼正要滅的同時呢 是下一個掩飾 他是當生 那這個下一個事呢 並不能說是隨便任何一個事 並不是說掩飾滅了 然後呢 耳飾將要生 不行 因為耳飾呢 他不是依眼根 他是依耳根 他們所依的根 不一樣 所以說呢 彼此是沒有關係的 並不是說任何一個事 都可以指這個事來講 那麼可有諸事決定生意 並不是這樣子 並不是這樣子 這個非這個字呢 是連貫下來的 若耳變為建立等無間眼 如果說隨便一個事 都可以相續的話 那麼呢 就會違背 這裡所建立的這個等無間的名稱 如果說前一個事掩飾 那麼他滅去了 結果耳飾跑出來 那麼就不相等了 兩者就不相等了 那麼就違背這個等無間的這個道理 復次當之諸心心所 非為由是幾筆心所 眾多非一總說明諸 那麼其次呢 我們應該知道 這裡所說的諸心心所 當然我們一般講 看到這個諸心心所 諸心很多嘛 很多的心王 以及很多的心所 可是這裡所指的這個諸呢 非為由是幾筆心所眾多非一 並不是說指的是說這個事很多 以及呢 心所很多 才叫做諸 這裡說的這個諸呢 當然是指很多的意思 當然是指很多的意思 並不是指 心王以及心所 有很多的意思 即是之類 幾筆心所 有善不善無忌 乃至廣說差別可得 事故明諸 這裡所指的這個諸呢 指的是什麼 就是說 比如說這一類的事 我們說眼視 眼視只是一個而已 那怎麼說諸呢 就是因為和眼視相應的 和他相應的 這些心所 有善不善 還有無忌 就像前面講的 前一頁呢 有講啊 這個事呢 它有時候跟善相應 那麼有時候呢 跟不善 或者跟無忌相應 或者呢 有裂界 中界跟妙界 或者說出世間 跟世間的差別 就是因為 不管是哪一個世 它有這麼多的差別 所以說叫做諸 諸心心所 這諸呢 指的是這個意思 極論中說 有一部論 叫做極論 那它的全名呢 是 大乘阿彼達摩極論 它是無招菩薩造的 這個論 那它跟顯揚聖教論也是一樣 就是這一部 於且實地論的 這個綱要的書 那它裡面有講啊 同分亦分 心心所生 等無堅固 是等無堅圓意 在極論上有講到 什麼叫做等無堅呢 等無堅圓 那它的 這個等無堅圓的 道理指的是什麼 就是這一句話 同分亦分 心心所生 等無堅固 或者是同分的 心心所 或者呢 是一分的心心所 那麼它們生起來的時候呢 彼此呢 是無堅的 沒有堅葛的 沒有堅葛的 由善不善無忌等別 可說同分亦分等無堅生 那這裡所指的 極論上所講的 什麼叫同分 什麼叫異分呢 它所指的 就是善不善 以及無忌的差別 叫做同分亦分 比如說同樣的 前一個事 前一個事和善相應 那麼後一個事呢 也是和善相應 那麼彼此呢 都是同分的 那如果說前一個事和善相應 那麼後一個事呢 就和不善相應了 那彼此呢 就是異分的 不管你的心心所 是哪一個 那麼你前和後相應的 是同或者異 有相同的 有差別的 可是呢 不管你是怎麼樣的相應 還是 同樣這一個事 還是同樣一個眼事 或者呢 同一個異事 那麼這樣子來講 前後 就是有這個等無間的 這個道理 這樣的圓存在 若為自是種類 非一 明諸是者 此云何通 那這裡呢 這裡指的 同分跟異分呢 指的是 同樣的是 但是呢 和善不善無際相應 那麼 這差別呢 有相同的 有不同的 那如果說 你的這裡的同分跟異分呢 你是把這個 是也分開了 比如說 眼事和 耳事 兩者呢 就不相同了 所以說呢 若為自是種類非一 因為 前和後呢 一定是要一 他的這個四呢 是要一 才有這個等無間的意思 如果說前和後呢 是非一的 那麼此云何通 這裡所要講的這個等無間緣 那你怎麼來匯通他呢 如果說前和後的這個四呢 他是不相同的話 那他就不能成立這個等無間緣了 那為什麼呢 不許異類為原身故 因為 眼事跟耳事呢 他們雖然同樣是事 但是呢 是異類的 因為他們依止的根不一樣 那麼他們所圓的境界也不一樣 所以說他們是異類的 那你不能因為 眼根那麼捨盡 結果呢 跑出來耳事 沒有這個道理 因為他們是異類的 所以說呢 在佛法上來講 不允許 異類為原 他一定要同類的 因為你我們的眼根 你不能發出 不能聽見聲音 一定要耳根才能聽見聲音 所以說呢 前一個眼事 他絕對 不可能為 後一個耳事 做等無間緣 因為他們兩個呢 是異類的 一定要同類才可以 所以說呢 這個就是等無間緣 那這裡呢 比前面講的還多 前面在第一卷呢 也是有講到等無間緣 那這裡呢 就很詳細的這樣講 那你只要記住說 剛剛那個比喻 就是六個根呢 他能夠發出來六個詩 那麼自同一類的詩 他彼此之間呢 有等無間緣 一定要同一個詩 才有這樣的緣 所緣緣者 為諸心心所 所緣境界 那麼這個是第三個緣 叫做所緣緣 那麼這個所緣緣呢 第一個所緣呢 就是四 六個四 所緣律的境界 叫做所緣 那麼能緣是什麼 能緣就是心嘛 就是這六個四 言耳鼻舌生意識 他們呢是能緣 那麼舍身相未觸法呢 就是所緣 就是境界的意思 那麼再加上這個緣這個字呢 指的就是 因緣這個意思 第一個緣是元律的意思 那麼第二個緣呢 就是因緣的意思 所以呢 叫做所緣的緣 那麼這個指的是什麼 為諸心心所 也是一樣 諸心心所 他們所緣律的境界 叫做所緣緣 那簡單講呢 那簡單講呢 就是我們說的 六個境 捨身相未觸法 這些境界呢 他為心心所 所緣律 所以呢 叫做所緣緣 叫做所緣緣 增上緣者 為除種子 為除種子 與所依 如眼即住半法 那第四個呢就是增上緣 四緣的第四個是增上緣 那麼 為除五種子 除了種子之外 種子呢就是因緣嘛 阿賴耶士裡面的種子 就是前面第一個的那個因緣 就是種子 那麼除了種子之外呢 其他的 所緣 比如說呢 眼是 他要生起來的時候呢 他有因緣 就是眼是的種子 眼是在阿賴耶士裡面的種子 他是因緣 但是呢 他 光靠這個因緣也不過 他還要有什麼 眼根 眼根呢 他要依止在眼根上 這樣的眼是 才能夠發出作用 所以說呢 這個眼根呢 就是他所依 那麼他這裡講 與所依 指的是什麼 如眼 指的就是眼根 眼是要發起來 一定要依止這個眼根 即助辦法 以及呢 和他在一起 活動的 那就很廣了 比如說心鎖 也是 和他一起助辦 比如說前面講的 這個五種片型的心鎖 一個作意 作意促受想絲 那麼今天呢 你的眼是要發出來作用 一定是作意先限期 然後呢 引導我們的心 就是眼是 往這個境界上去活動 所以說呢這個作意 就是他的助辦 和他在一起活動的 彼此呢 是同伴的 那麼這樣來講 眼根就是他的真上緣 那麼這個作意心鎖呢 也是他的真上緣 所以說呢 除了種子以外 其他的 剩餘的 這個心 生起來所需要的 其他的助緣 都叫做真上緣 就是這裡所講的 望眼是 所於是一而 那前面呢 講這四個緣呢 講這個真上緣呢 他舉的是 眼 他說如眼即助辦法 那麼眼是是這樣子 其他的是呢 就是你應該知道 也是一樣 比如說耳 耳式的話 那他的真上緣是什麼 也是 除了種子之外 其他的所依 如耳 即助辦法 他也是一樣要依止這個耳根 那鼻、舌、身 也都一樣 所以說 所於是一耳 又善不善性 能取愛妃、愛妃、愛果 能取愛妃、愛妃、愛果 那麼真上緣呢 除了說我們心 升起的時候 這一類的真上緣 那還有一類的真上緣呢 就是這裡所講的 善不善性 那麼他呢 能夠取愛妃、愛果 這個呢 這個呢也是真上緣 這個呢也是真上緣 那是怎麼講呢 前面呢 其實我們也提過 這個 我們說這個種子呢 在阿賴耶士的種子呢 有兩類 一類呢是明顏種子 那麼一類呢 是葉種子 那今天呢 我們得果報的話 不管你在三界的任何一個處所 你去得這個果報 那這個果報呢 是由我們的明顏種子 為親因緣 而生的 生起這個果報 那這個明顏種子怎麼來 就是因為我們的虛妄分別 我們的 我們的心呢 就是經常的 沒有間斷的 在細論裡面活動 無時不刻的都在細 就是細論 那麼虛妄分別 你有種種的妄想 那麼這樣的妄想呢 訓息到阿賴耶士 就造就了明顏種子 那這個明顏種子呢 就是你將來得果報的主因 可是呢 為什麼說我們會有這個 六道的差別 就是因為有善不善性 我們造了這個 善以及不善的葉 就是善不善性 那今天造的這個善不善性呢 它同樣 也是 訓息到阿賴耶士 成為另外一種的葉種子 那麼這樣的葉種子呢 它能夠隨順我們 去得到 可愛的 以及不可愛的果報 你造善業得可愛的果報 造惡業就得非愛的果報 可是這樣的果報呢 還是一樣 由明顏種子而生的 所以說明顏種子 是主要的因緣 那麼葉種子呢 就是增上緣 它增上你去得這樣的 果報 可愛以及不可愛的果報 但是這樣的果報 還是一樣 還是一樣 由我們的 細論的種子 而生的 那這樣來講 造善業造不善業 相對於這個果報來講 它是增上緣 它不是主要的因緣 因緣還是由細論而來的 那你造業呢 是增上 增上這樣的細論的種子 那麼去得果 所以說有這樣的差別 也是一樣 一個是因緣 一個呢 是增上緣 如是等類 明增上緣 那前面所講的 有兩種 差別 一個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眼視 要生起來 一定要依止它的眼根 以及助半 那麼這個眼根跟助半 相對於眼視來講 就是增上緣 以及這個第二類 我們造這個善不善業 相對於愛妃愛果 它也是增上緣 那麼這個就是這四種緣 又由種子故建立因緣 那這裡呢 就要講啊 這四種緣 是根據什麼立場來建立的 那麼第一個因緣呢 就是又由種子故 它是根據種子 來建立說它是因緣 因為呢 它是親生一切法的因 一切法呢 都是由阿賴耶士的種子而生的 所以說呢 它是因緣 由自信故立等無間緣 那麼第二個呢 等無間緣 它是怎麼安立的呢 就是由自信 這裡的自信呢 就是指的是 是的本身 就稱之為自信 比如說眼視 由眼視的自信 就是它眼視的本身 就是它的自信 那麼根據這個自信的道理呢 來建立等無間緣 前面講過 等無間緣呢 一定要相同的視 前後是相同的視 才能夠建立這個等無間緣 所以說呢 它是由自信這方面 由視的本身來建立的 那麼看批訊記 由自信故立等無間緣者 始終自信 如前語說眼視自信 乃至意自信 差別因之 這裡所講的自信 是什麼 如前語說眼視自信 我們在第一卷的時候嘛 有講過 每一個視都有它的自信 那就是眼視它本身 乃至意識它自己 那麼差別因之 每一個視都不同 那現在呢 眼視乃至到意識 就有六個差別 由比比視自信有別 依此見立等無間緣 那麼因為每一個視呢 他們彼此之間呢 他們都是不一樣的 都是有差別的 所以呢 就根據 他們的差別來 建立這個等無間緣 諸心所法 是比助半 雖有自信 不更別利 那麼 諸心 前面講過 諸心心所 那這裡只講諸心 只講這個六個四 那 心所怎麼辦呢 因為心所呢 主要還是他們的主辦 雖然說 也有等無間緣 但是這裡不提 因為他在 視的立場來講 他主要還是主辦 所以呢 他雖然他們 每一個心所 也各有各的體性 比如說 坐意心所 有坐意心所的體性 這跟其他就不一樣 那他們呢 這裡就不講等無間緣 因為他們的立場 是心王的主辦 看 但誰彼是 說有等無間緣 心心所聚 善不善等定聚轉固 心所呢 他也是 可以說有等無間緣 那怎麼講 就是隨著是 隨著是 隨著心王來講 他們也有等無間緣 那就是說 心王他們本身呢 是一定有等無間緣的 那當你的心所 和他相應的時候 那麼也隨順說 他也是有等無間緣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 那主要呢 心所來講 他還是心王的主辦 那主辦的話呢 就是真上緣的 所以說呢 他本身 你也可以說是等無間緣 但是主要來講呢 他是真上緣 因為他們是主辦的 那心心所聚 善不善等定聚轉固 就是你的心 心王 和心所 當他們在一起的時候呢 就是有這個善不善 或者呢 等 就是無際 當我們的心王 和心所 相應的 在一起活動的時候呢 他一定是有善不善的 差別 因為有善的心所 跟不善的心所 所以說呢 他這個是決定的 決定相應的 那如果是同樣是善的話 那麼也可以說 前後都是等無間 但是心所來講 他主要還是主辦 那主辦的話呢 就是真上緣 就不講等無間緣的 由所緣禁固 立所緣緣 那麼第三個呢 根據什麼道理 建立這個所緣緣呢 就是根據這個所緣的境界 每一個世 每一個世都有他所緣的境界 每一個世都有他所緣的境界 那就根據這個境界呢 來按立這個所緣緣 由所依及主辦等故立真上緣 第四個呢 第四個呢 是真上緣 那麼他是根據 所一 四的所一 就是根 以及他的主辦等 就是心所 根據這個根呢 以及心所呢 來按立這個真上緣 如今言 諸陰諸緣 人生世者 筆及此世 那麼前面呢 就講過這個四個緣了 以及 他們 安立的 所以 怎麼樣來安立他們 那現在呢 就要引這個 經上講的 來證明前面所說的這個四個緣了 那麼經上有講過一句話 諸陰諸緣 人生世 這個是經上講的這個話 諸陰諸緣 就是有很多的陰 很多的緣 那麼這些陰緣呢 能夠生出來世 或者說六世 這麼多的陰緣 能夠生出來世 那這些陰緣 指的是什麼呢 筆及此世 筆諸陰諸緣 就是這裡所講的這四個緣 那麼這裡就引這個經上所講的話 來證明 我們剛剛所說的這四個緣 因緣一種 以陰與緣 餘為四與緣 那麼雖然說有四種 但是裡面還有差別 這個差別呢 就是因緣這一種 就是第一個是因緣 那麼因緣這一種呢 它主要是因 那麼也可以說是緣 因為它是主因 阿賴耶士的種子呢 是生起這些四的主要的因 因為每一個四呢 都有它的種子 每一個四要現前的時候呢 一定是由阿賴耶士的種子 而生的 所以說呢 因緣這一種呢 它是因 但是呢 它也是緣 它可以稱之為因 也可以稱之為緣 那麼餘為四緣 其他的呢 等無間緣 那麼所緣緣跟真上緣 這三種呢 它只是緣而已 我們一般講的柱緣 它並不是因 因為一定要由種子而生 才會有這些四 那麼光靠種子 它自己呢 也生不出來 它需要其他的助緣 所以說呢 它需要等無間緣 以及所緣緣跟真上緣 那麼這樣來講呢 緣是要生起來的時候 一定有它的種子而生的 但是呢 如果你沒有境界現前的話 緣是它也不生 那麼你的根呢 如果破壞了沒有作用 那麼緣是呢 也不能生 或者說沒有駐辦 沒有作意心所來 來引導你 那你的緣是呢 也不能生 或者說前一個緣是 還沒有滅 那麼後一個緣是呢 它也不能生 所以說呢 一定要這麼多的緣 配合這個阿賴耶士的種子 那彼此呢 合合 這個緣是 它才能夠生起來 所以說呢 諸陰諸緣 能生四者 就是要有這四種 你的心 不管是哪一個心 顏耳鼻舌生意 是哪一個 一定要有這四個因緣 你的心呢 才能夠生起來 又如今言 善不善無忌者 比差別雲何 那麼這裡呢 前面常常提到 和我們的心呢 相應的 有這個善不善跟無忌 那麼現在呢 這個善不善無忌 指的是什麼 那它是又如今言 當然呢 今上呢 也常常提到 這個善不善跟無忌 這三種 那這裡呢就開始分別了 比差別雲何 他們彼此間的差別 是怎麼樣呢 那麼下面就解釋了 為諸善法 獲利一種 有無罪異故 那麼這裡的辨別呢 它是由一種 然後呢再由兩種 一直慢慢的增加 那麼增加到十種 就是每一種呢 它都這樣去辨別 那麼現在先講善法 那善法呢 就是從一種開始講 那麼有無罪異故 就根據沒有罪過的這個道理來說呢 它就是善 我們說什麼是善法 就是很簡單講 什麼是善 就是由無罪異故 沒有過失 又叫做善 那看民批群記 由無罪異故者 為諸善法起現行時 不如煩惱 生憲法罪 生厚法罪 生俱法罪 故名無罪 什麼叫無罪 就是說當這個善法 要生起現行的時候 這個善法出現的時候 它跟煩惱不一樣 跟我們的煩惱不一樣 我們的煩惱呢 只要出現的話 它是有很多過失的 裡面有很多罪過的 那什麼罪過呢 生憲法罪 現在 你就能夠得到這樣的罪 有這樣的過失 比如說呢 我們造了業 那麼你可能 現在呢 就會受到制裁 我們說我們是殺人放火 那當然你這樣的行為 是由煩惱而來的 所以說是由煩惱而生的 那麼當你殺人放火的時候呢 你一定會受到這個法律的制裁 所以說呢 身憲法罪 那或者呢 你有的過失呢 你造了這樣的罪之後呢 你是現在受 但是呢 將來 不一定受 那就要看看是什麼樣的過失 有的呢就是現在 你就要受 那將來呢 那將來呢可能就不用受 就是這一類的 那有一類呢 是身後罰罪 你可能 造了這樣的 罪過 但是呢 現在不得果報 是來生 來生才會得果報 你造了這樣的罪 可能現在來講 你不一定要受這樣的果報 但是將來一定要受 那麼身據法罪 就是你造了 煩惱起現形的 那麼造了這樣的過失 你不但現在是 要受 受這個果 那麼來生呢 也是要受這個果 所以說呢 同樣是造罪 但是呢 有這三種差別 一個是現在受 將來不受 一個呢是 現在不受 但是將來受 那麼第三種呢 是現在將來都要受 受這個罪 那麼今天善法現行的時候 它和煩惱不一樣 你這三種情形都沒有 所以說呢 顧民無罪 什麼是善 就是無罪 叫做善 你造作了這樣的行為 那麼這樣的行為呢 能夠使令你將來 或者現在都不受這樣的罪 那麼這樣的行為呢 就叫做善法 簡單講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休息十分鐘 我會不會想到 你說的 你會不會想到 不小心 我們會想到 你會想到 那些行為 你會想到 你會想到